娱乐圈的新人如今是层出不穷 今天要说的这位很厉害 出道仅仅一年就摘得金像脚影后 如今更是资源好的豹 他就是春夏 春夏只是个92年出生的小姑娘 而且她也不是科班出生 之前是做平面模特的 走上演员这条路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春夏曾经为火花、艾格等青春文学杂志做过书模 因为清秀的外表被想朝国际看重 随后成为起下的前约演员 他的第一部戏是2013年 跟王志文合作的年代剧《我心灿烂》 饰演了赵方元的小女儿赵家豪 从此正式进入演艺圈 随后在岁月如今 伙伴夫妻中都有精彩表现 2014年春夏主演了电影《踏雪寻梅》 这也是她第一次担任女主 但就是这个第一次 让她在2016年成为了金像奖影后 这让还是新人的她 名声大振 不止于是电影 春夏在电视剧中表现同样出色 不得不是老公中的唯一女孩李乐 让人喜欢 大好时光中的小色爱奇令人厌恶 这也证明了她角色塑造能力很强 你看好这位实力强劲的新人春夏吗 前一 honorable том атьили人十分钟 也是窃我 还给你 rappe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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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